李香香的經驗 在我們家鄉那邊是 很少女生是願意來台灣工作 或者是跟他們講說 你要不要台灣的男朋友 我介紹男朋友給你 他們真的是不要的 因為那些女生他們在那邊 是有安穩的工作 家人都在他身邊 他比較習慣那邊的生活 不像以前 真的是經濟狀況很不好 然後想要嫁來台灣 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 改善他們的生活 然後可以寄一點錢回去給爸媽 但是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所以大家不要還帶著那個 1.0的刻板印象好不好 現在更新了2.0好不好 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 我本來覺得沒什麼很正常 就感覺說一個台灣的男生 去娶越南的老婆 很多人都這樣啊 但是往下看留言的時候 我真的很生氣耶 為什麼很多人 就留很多很髒的 這種公雞的語言 看不起越南人啊 越南新娘啊 然後覺得他們嫁過來 一定會逃跑 那通常留這種留言的時候啊 大家注意看哦 那一些人哪一些 是有娶過越南的老婆 他是真的有經歷過嗎 他的老婆都逃跑了嗎 他的老婆拿到身份證就跑掉了嗎 還是他老婆騙他錢了嗎 都不是哦 都只是局外人 然後可能是聽來的故事 就是說有很多越南的老婆 嫁過來台灣 然後拿到身份證就逃跑 然後這些案例 然後這些刻板印象 讓他們覺得越南女生 就是來這邊拿到身份證一定會逃跑 以越南人的身份 然後嫁過來台灣 也有快十年了 通常在台灣 如果你看到新聞 通常是很負面的新聞 但是很多很好的越南人 很好的越南新娘 為什麼沒有被爆出來 因為沒有爆點啊 他們有很多好的姑娘啊 然後很成功的越南人啊 為什麼沒有爆出來 因為大家不想看 大家就想看醜聞 所以導致為什麼很多很負面的 越南的新聞話題都會被放大放出來 然後讓大家去嘲笑 我就不懂為什麼很多人還是有保留很傳統很以前的觀念 你只要看到越南人嫁過來 越南女生嫁過來 一定都是買來的 一定都是透過仲介嫁來台灣 然後過沒多久他就逃跑 那你們一定沒有看過他們是認識的 像我跟我先生就是先認識 然後再結婚 或者是他們來台灣工作 然後認識結婚 還有很多台灣人過去越南 然後認識越南的女生帶過來台灣 很多像這樣的 那你今天看到一個越南新娘 你就認為他們是因為貪你的錢 然後貪台灣的身份證嫁來台灣嗎 講到這裡就有點生氣 像像認識有很多越南女生 然後嫁過來台灣 他們都很幸福美滿 就算他們是有結過婚 有跟越南男生結婚 然後再嫁過來台灣 台灣的男生對她很好 然後她對她老公 也是很好 她老公是非常喜歡越南的那種 然後跟我們一起去吃飯 也很融入我們的話題 然後偶爾都會講幾句越南語 真的很好笑 很多女生都是很單純的一面 大家只是看一個網路新聞說 今天這個男生花了70萬去娶越南的老婆 都還沒有聽過人家發表發言 不知道人家是怎樣 就開始講很髒的話 我不能否認在台灣有很多行業 就是因為有一些行業是不好的 導致台灣的男生都覺得 越南女生很隨便去做一些比較不好的 有這些行業才會對越南女生有刻板印象 但是有很多在背後的故事 有可能大家不知道 在早期透過仲介 然後嫁來台灣的比例真的很高 但是現在如果大家有看到 越南女生嫁過來台灣有很多嗎 越來越少了 相對來說越來越少了 除非是他們是真的談戀愛 像像的經驗 在我們家鄉那邊是很少女生 是願意來台灣工作 或者是跟他們講說 你要不要台灣的男朋友 我介紹男朋友給你 他們真的是不要的 因為那些女生他們在那邊是有安穩的工作 家人都在他身邊 他比較習慣那邊的生活 不像以前真的是經濟狀況很不好 然後想要嫁來台灣 改善他們的經濟狀況 改善他們的生活 然後可以寄一點錢回去給爸媽 但是現在跟以前不太一樣了 所以大家不要還帶著那個 1.0的刻板印象好不好 現在更新了2.0好不好 還有大家都會講說 為什麼越南女生嫁來台灣 拿到身份證就逃跑 就是他們會離婚 那大家知道嗎 如果一個女生嫁來台灣 她已經放棄她那邊的家鄉了 好不容易找到老公 嫁來台灣 如果今天她不幸福 她想要離婚的話 她就必須要回去越南 因為她沒有資格留在台灣 她當初是一親來台灣嘛 那回去那邊的話 爸媽或鄰居或是其他人怎麼想 就不知道她在國外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這樣也是導致她生活上有受到影響 本來她在台灣有可能是有工作 然後繼續留在台灣工作 那這樣是不是很可惜 所以為什麼很多越南女生 就算老公對她不好 或者是她不幸福 她也是要忍七春生 忍到拿到身份證 她可以合法留在台灣 然後她才會離婚 是這個原因 不是說她們來之前 就因為這個身份證 今天不管是越南的女生 還是台灣的女生 你們結婚了 婚姻本來就是會發生各種的挑戰 各種的問題 要你們夫婦一起克服 而不是都很順遂嘛 所以如果你跟一個台灣人結婚 你們離婚 你們會說她是逃跑嗎 她只不過就是跟你合不來 然後沒辦法跟你一起生活 她就離婚 那為什麼 台灣的女生可以離婚 越南的女生就是要跟你一輩子 你花了這七十萬一百萬 然後她要跟你一輩子 就算不幸福 今天也要跟你一輩子 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大家看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你們要理性的去看待 然後聽到很多故事的時候 通常我也是聽到故事 每個人都講她自己是被害者 沒有人說是因為我不好 我帶她不好 所以她跑掉了 她跟我離婚 每個人都講自己有困難點 然後別人的錯 所以如果你聽到別人的故事之前 請你思考一下今天是不是他們兩個的問題 而不是單方面一個人的問題 如果大家今天聽到一個人的故事 他們家庭的故事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理性的去看待 聽聽就好了 就是可以讓他們分享一下她的問題 然後提供意見 但是因為你不是局內的人 你不是他們 所以你不了解他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不能給出好的意見 也不要批評別人 那在這裡香香也分享一下 如果你今天決定要跟越南女生結婚的時候 要注意哪一些事情 首先呢 如果你是沒辦法找到適合的女生 然後必須要透過仲介來找一個幫你媒合 那我覺得你要先有一個心理準備 她可能不會中文 所以她過來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時間 有耐心的去叫她中文 然後讓你們兩個可以溝通 如果她來台灣的話 當然是她要學中文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你學一些越南女也是不錯的 主要是因為你們可以溝通 也呈現你有一種很誠心誠意的 想要跟她結婚跟她過一輩子的 有一些比如說是國小啊 或是語言中心啊 可以讓她去培養一下她的中文能力 你們會更快的可以讓她融入台灣的生活 可以表達她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越南那邊 雖然跟台灣的文化差不了多少 但是畢竟還是兩個國家 所以有一些文化上的差別 大家還是需要體諒一下 比如說越南女生通常會講話比較大聲一點 或者是她們常常跟其他的兄弟姐妹啊 朋友聯絡 這個你必須要了解 因為我們那邊的關係 雖然是遠房親戚 但是還是保留很親密的聯繫方式 會常常見面啊 常常打電話啊 那如果你聽不懂的話 你可以去問她是跟誰講電話 但是你不要抱著一個懷疑的心態 就是說你講越南語有可能你在外面可能是有別人啊 或是怎麼樣 日子久了 你會很容易懷疑對方 然後懷疑她可能在外面有小王啊之類的 這一點是因為香香真的是曾經聽過這樣的故事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因為女生她可能中文能力沒有那麼好 然後男生也沒辦法諒解 她只是一般朋友 為什麼你們要天天講電話啊之類的 導致你們感情之間的破裂 第三個當然了就是要了解彼此進氣狀況 不管你今天是女生要嫁給台灣人 或者是你是男生娶越南的老婆 都要了解彼此的經濟狀況 大概知道要有辦法接受 比如說女的是經濟上的困難 然後她有可能需要寄錢回去給她爸媽 所以她來台灣她找到工作 她可能賺到了錢 一部分她還寄回去給越南的爸媽 那你這樣有辦法接受嗎 這個孝順爸媽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能接受的話 你們雙方要先談好 不要過來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啊為什麼賺的錢都要寄回去給爸媽 就講她可能是不顧家啊 不為家裡著想啊 再來就是有聽過 有很多人就會選擇說 啊老婆不用上班我養你 但是首先你要先想喔 女方願不願意給你養 在家裡不工作並不是很爽喔 因為在家裡真的是很無聊 因為我之前也有在家過 在家一陣子過 你會覺得好像生活上很封閉 然後思想也很封閉 你必須要去找一個工作 然後讓你更快速的融入台灣的生活 融入社會 比如說同事跟同事之間啊 怎麼磨合啊 怎麼跟台灣人溝通啊 這些都是需要時間 需要經驗去累積的 所以你如果給他在家裡 除非是他願意 要不然不要強迫人家說 你給我在家裡生小孩 顧小孩然後幫我煮飯就好 現在的年代我相信應該沒有人是這樣